各位同学好,我是教生大学弟,22年现场课程第四年的英文老师林薇 今天要讲解的是全球化竞争与在地求生存报道 韩国的崩坏其实很简单,可见台湾也是受伤非常的大 可是因为在选举,很多东西数据都没公布出来,你看一下 我们用韩国来看台湾 韩国崩坏,忍上了中国病,让经济失速 代表我们都要靠中国经济的动能来带动我们韩国 跟带动台湾,对不对 韩国内忧外患,中间有MERS的疫情,这之前的文章了 那再加上洛克布莱,对不对 POSE整个很多的因素,再加上很多中国自己也投入的韩国品牌 是代表很多东西在变化 好,那这边有讲大财阀,太依赖中国 台湾能够现在依赖谁呢 那我主要讲这个文章是来自于经济学院杂志 这个才最重要,这是当红的经济学院杂志 他这个标题我们来看一下,他说 南韩的经济,各位在荧幕上有看到了 他说,South Korea's economy wide a big slump in South Korea export matter 为什么在南韩的出口 这样的经济,它的出口大跌 非常重要,他告诉你 The steepest on earth drop in trade since 2009 is a mark of sagging global demand 这三个字可有意思了 我们拿到翻译的位置来讲解 然后我们两节的位置 第一个我们最常用就是Google翻译 这个是经济学院刚才那篇文章 它的第一段我把它贴出来 到时候我们到讲解区 看有没有可以看到全球的经济不好 欧洲一直不好 希腊问题没有解决 现在还有一个叫移民的问题,叫migrant,对不对 美国的经济最近也还是有慢慢的成长 虽然它美元在升值强劲 但是它的体质还没到那么强壮 所以我们最近不是股市又在跌了吗 所以将的文章内容来看这一段讲解区 他说New trade figure Figure学生都搞不懂 这个什么意思,这有四个意思 那他说South Korea在9月1号的时候 就是昨天 Surprise the gloomest of economic forecaster 哇,这都是重要的单子 代表情况都不好啊 那整个国家的出口都下滑了 这个Shrink就是你把棉子的衣服丢到袭击 你又发生什么大事,对不对 然后六年来最大的跌幅不得了 14%不得了 然后呢,根据他们的贸易部门所说的 还有企业部,还有能源部门 然后更比较少的经济学家 预期会超过6 好,那虽然出口情况下每个月一直在跌 所以我们台湾现在9月进到11月,11月,12月 理论上过年的时候是美国人他们过圣诞节的时候 买机会上升的,那能上升多少 你看这边叫Morgan Stanley Morgan Stanley他是一个投资银行investment bank 他就Temper its growth forecast Temper这个字我们来探讨好了 探讨发明有两个 第一个加ED 你一定搞不懂回火,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整个贴上来来看看它的说法 Temper一般,它果然没翻出来,对不对 好,第一个Temper你不是被它当脾气吗 所以我们讲脾气叫Temper 比如In good temper,品气好 皮气不好叫In bad temper 可当动词却不是啊 你看这更有意思 是缓和,是变温和,是变淡 简单的说法就是减少 你看make something less strong,less extreme 代表放缓 哇,放缓它的年度预测对南韩到2.3 2.5到2.3今年 那这段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 好,来我们来讲个重要的单字吧 你们有没有背过analyst 这个叫分析家 我们有几个方法来处理一下 第一个分析者 分析家在这里 分析师 然后A-N-A-L-Y-Z-E 这个字呢叫分析 它是它的动词 名称A-N-A-L-Y-S-I-S-A-N-L 我们念一下吧 analyze analysis analyst叫分析 有部电影很有趣哦 我们来看这个贴图区 贴图区我怎么到这里来了呢 我知道 我们首先先看分析 这部电影叫分析这个 你有没有听过这部电影吗 出来了 analyze this 很久的电影了哈 后来呢 台湾翻译在老大靠边闪 后来出现了第二集 第二集你知道怎么去分析它吗 他们翻译在老大靠边闪 二 所以又不一样 好 然后有人说老二靠边闪 笑死我了 你看analyze this analyze that 有第一集 有第二集 很有趣哦 他们叫comedy 叫喜剧 所以代表这个叫分析这个分析那个 将各位讲讲 有没有比他印象深刻的呢 对不对 还有第二个叫字典呢 analyze s is 叫分析 analysis 分析 你看化学分析 chemical analysis 然后刚有图解 百科全书里面 有没有讲化学分析啊 我看analyze 叫分析 这个字 它特别单子 没有什么特别要讲解的 不过 如果我们把它加上一个this 维基百科就告诉我们 这是一部电影呢 你看他们1999年 距今15年前的一个ganster帮派的那种喜剧片 啊 comedy film directed by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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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所导演的 维基百科也有啊 维基百科应该没有这个电影 不过我们可以查analysis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没有这个主题了 因为尤其我打错了一个单子 他也不理我 分析应该没有什么特别能讲的 不过分析有数学方面的分析法 你看mathematics 数学上的分析法 所以各位如果你觉得林文老师这样的讲解 可以让你学到很多的东西 甚至再加上林文老师自己在讲解的时候还有一个内建字典呢 a n v l y 各位在荧幕上可以看到 叮叮立刻就出来了 各种的词类变化 各种的同一字反义竹都把它列出来了 这样有什么优点 学东西快啊 不要以为你的word里面有这样一个软体 没有 但是我花了五年时间把它打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打进去的 所以我相信其他人没有 那在林文老师的毅力也不得了 在荧幕上可以看到林文老师上传了3626个课程 今年年底会到3800 明年差不多年初春进入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到4000了 没什么特别上传了15年 我上传的文章主要是周一到周五五篇经济学院杂志 周一到周五在五合一 可能有bloomberg 有可能有这个复笔式杂志 或new york type文章 反正还有这个tie 我会挑五篇挑各挑五总杂志各挑一篇 总共一年500篇文章 你总共听我讲解这么多 费用只要2400 加上多于3600 各位认真考虑你自己的学习吧 用国际观来看台湾 用韩国的情况来看台湾 各方面领域才知道你下一步该怎么走 你说不是吗 我们空中相会 拜拜 哦等等 还有一个官方账号 差点要忘给我谁说明了 我的官方账号呢 就是在line里面 然后你要id搜寻哦 小老鼠 fmp 我可能最近会申请正式的id 但是还没搞定好 那1685 在英文字母哦 这小老鼠要打哦 小老鼠fmp1685哦 就可以找到 联网老师官方 找好你点就加入进来了 可以看到我PO的文章 然后有有受 有些补习班的一些重点呢 我做了数位笔记 好 这才是正式我们的空中相会 拜拜 拜拜